大德聲聽 於此住處有所制法 今當宣告 若諸大德樂此安居 無違背者 當可受仇 諸必求眾 於此下宗 應更相疾責 云破見破戒 破憎恨 破正行 破正命 如其人等 知有犯者 急於今時可論即是 無疑下宗 更相疾發 腦諸必求不安樂住 若諸大德樂此安居者 應遵守自令 以今情修道為要務 這裡其實提供了幾個共諸很重要的概念 它特別是在安居的時候提醒 那麼在傳統的遊行地區 還有遊行脫波的比丘生團當中 這種傳統的生團 我們講 或者講這個 遊行脫波法的生團 其實它不太可能發展成中國式的那種 所謂的動輒百人的聚集的叢林 是不會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村子要養活一百人 兩百人 不太可能 還要去脫波 那這當中疾病 臨時的事物 進出 生活 飲食 便利 環境的污染等等 都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所以說它不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叢林制 但是呢 這也不保證說 南洋國家沒有 其實還是有 它就是一樣 也是它的國王啊 在地的政府 以這種力量來支撐的才會有 這點大家理解到環境影響很大 所以很多的話語 你聽起來 你會覺得說 那大概帶過而已 其實呢 它是有它意思的 比如說第一段 大德申定 於此處處 有所賜法經當宣告 有所賜法經當宣告 那個賜法的意思就是 下面要說的 其實有三大內容 那這三大內容呢 第一個內容是 若諸大德 樂此安居 無違背者 當可受仇 這個是總說 那在總說當中呢 樂此安居 是幾個理由呢 第一個 人 樂此 就是說 這裡來這裡共住的人 你覺得你歡喜 你知道了 他不是叢林制 那不是叢林制的話 是什麼狀況呢 就是 它可能一個廟上 平常就兩個人 三個人固在那兒 甚至每一人都可能 然後等到要安居的時候呢 七約八約的 你約我來 他約他來 然後就在那個地方 可能是 可能就是一個本來空空的 前門通後門 很空的一個有療房的一個道場 那當然不至於這麼嚴重 大部分就是量不會很多 然後好了 這個時候來的時候 大概能容許多少人 大概就說療房幾間 這個時候呢 什麼叫樂此安居 第一 這裡的刑法樂 就是說我覺得這裡念佛 誦經啊 我覺得可以 誦法華經啊 我覺得可以 我喜歡 或者我不排斥 是第一種 第二種 這裡的脫波環境 或這裡的飲食環境 能安度我 這是第二 第三 誦這裡是真的在安居 不會弄得我 好像到時候住不下來 大概這幾個 還有第四個就是環境 人文環境 這裡不太差 這裡不是在菜雞啊 這不是在菜市場旁邊啊 這也不是說什麼法會多到不行啊 也不是太熱 熱到我沒辦法生活 大概就這幾個樂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找 安居是要找一個能夠穩定用功的地方 概念上是這樣 所以樂此安居 再來無違背者是兩個意思 第一個就是不違背你剛剛喜歡的那樣 還有一個違背是什麼呢 就是講人 剛剛講人嘛 人沒有提到 什麼人 人為違背什麼概念啊 比如說 大家都十方在雲遊喔 這個人也在這裡啊 這個人是非多 算了 我還是不要 不要在這邊 這個人有犯戒耶 在這個道場當中 無法治這個人犯戒 比如說等一下受仇的時候 有犯戒要鎖 像我們昨天送完戒 基本上大家清戒 那這個人犯大戒 所謂是大戒 大戒不共住 那個叫做 那個就是戒 下面都是威贏法 第二篇以下其實都算威贏法 所以戒就是殺到淫妄 主要是這個內容 那有違背 受仇的時候 所以受仇為什麼重要 安居的受仇 絕對比解下的受仇重要 原因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保留安居受仇 我們解下受仇 我沒有做 人家說受仇可以不做 對 不做呢 理論上說 按照道理來講 事實上是可以解下受仇不做 但安居受仇要做 就這個時候要做 為什麼 就是這裡講 無有違背 你沒有受仇 我才知道 誰來這裡安居啊 因為安居是對手啊 明天一安居就對手了 一看 哇 這個人在外面都犯戒了 是非多 我已經今天已經十六號 要所謂的前安居了 我也跑不掉了 我就 竟誰死 安居就見身死了 所以他受仇是很重要 在今天受仇 我一看 哎唷 那個不行 然後這個道場也不能治他 呃 我還有半天我趕快去找 我趕快去找其他地方 所以安居受仇 絕對重要過解下受仇 我們沒有廢 原因就是這個意思 是這樣 有這個意思 不只是算人頭而已 不太簡單啦 概念上不是這樣 所以叫做無違背 無違背 第三個違背是法門違背 基本上共住的時候呢 要 如果身文人法 或者是說有脫波的地方的話 他就大家要約好囉 欸 我們脫波 一個禮拜有三個路 路徑 或者是 就是這個路徑 我們幾點要去脫波 然後回來的時候 我們大家 呃 共修的是什麼時間 個別修的是什麼時間 一定有 啊 環境區域要怎樣 這些呢 理論上說是蠟掌的人規定 或者是九柱比丘規定 我們這裡就是僧團嘛 本來就有個制度 啊 在上課啦 要開始拜八十八佛 拜那個法華三妹燦啊 然後 呃 怎麼樣啦 我們就有一個法規定 這無違背者 就這幾樣說清楚 當可受仇 這樣子你就可以受仇 不然 很可能就趕快溜了 趕快離開 告假就離開 我要去另外找地方 這第一段 總說 那第二段 朱比丘重 與子下中 不應 喔 這就在講 什麼呢 這就在講 既然都不違背了 那因此就要相應以下的法 相應什麼法呢 第一 不應在節下當中 討方便了 比如說 相 相節則 節則 節就是詢問 你有沒有犯戒 欸 你當時是不是做怎樣怎樣怎樣 欸 你 你的曾經有過的什麼行為 我責備你 你要知道 安居喔 要嘛就就注重在那安居 要嘛就有稍微新來的人安居 他不希望聽到這些聲音 那所以說 相 相吉則 節則呢 不要 節則什麼呢 來 你看喔 破劍 所以說 我就說 為什麼受酬的時候重要 因為受酬的時候 那個有沒有破劍的人 我請他離開啦 我還有一個阿蘇米啊 明天 明天叫做前安居 很重要 受功得一都在前安居 一天而已 沒有第二天 隔了一天就沒有了 所以對很多的比丘來講 受稅啦 得節下前安居利益啦 在早年沒有物資的時候 那個前安居者是比較受到供養的 你別說什麼啦 一節下人家到處去供養 你還在節下你後安居 你把中安居 你也離不開 你正就還在守廟裡 守在那裡 你離不開 眼看人家去受供養 所以在物資很缺的時候 那個受供 那個前安居事實上是大家很注重 很注重 所以說 有破戒怎麼辦 要今天解決 破戒 破戒最嚴重 破戒比破戒嚴重 破戒個人受一些火爆 然後你忏罪了還好 這裡講破是指的破戒體啦 是指那個殺到淫妄那個最嚴重的在講這個 然後捨戒 心中不好喜戒 不意念戒體 這樣子 那不小心犯 或者因為疾病過我兒時這一類的 都不叫破戒 那叫犯威怡 那叫犯威怡 所以叫破戒 那破戒 那就可怕啦 就是所謂的身邊戒戒戒 有身戒 邊戒 戒戒戒訓局戒 還有邪戒 這幾樣 戒戒戒戒是甚麼呢 有人信仰外道 信仰外道還在守外道戒 那扣啊 那佛門裡頭還在守外道戒 然後裸體 乃至於呢 要去拜外道神 這樣就是破 這樣就是破戒 這還是有破戒的狀況 就是見解 還有堅持 堅持外道的我 普陀加羅我 這個是聖一 這個是根本我 這樣子堅持 在佛門裡頭 這個比破戒還嚴重 再來 破陣形 破陣命 破陣形是甚麼呢 破陣形是差不多 大概就 犯子所有威夷 還有呢 基於見解所成就的修行行為 那你因為見解錯了 你比如說 你比如說 你還在相信那個 相信那個 這個什麼呢 這個神我的天神 結果呢 你可能還在拜那個天神 那這樣就正形就破了 這樣連規一都不算 證命是甚麼呢 證命就是 為私利買賣東西 或者是 當然小盛國家還有 生文法裡的還有一個 就是自己種菜 自己種自己吃 這個禪宗就改成這樣 沒有辦法 但是呢 這個也算是正面 因為這個是拿來用餐用 拿來自己吃 種水果這一類的 理論上說都算是破陣命 不過呢 這個算是威夷了啦 在我們華人文化裡頭算是威夷了 還算好一些啦 如其人等 你就要去責結他 責備他 那麼 如果 這些事情 你現在只有犯者 其於今時可論其事 你看 這就是在受酬的時候 重要就在這裡 在這裡要論其重要 如果你不論其重要 你等這個 等一下受酬完畢了 就進入到準安居狀態 那就不要再結責 那當然啦 理論上說是 萬一這個時候呢 會場上 儀式當中不好說 你私下去跟那個糾察說 糾察就是 糾察應該是由當家為挪知客 三個人輪啦 那叫生子 有時候叫生子 那就主要是跟知客講 知客講 那個人怎樣 有問題喔 在今天還可以私下找來問 以便明天受酬 明天安居的大家安心 是這樣 所以呢 可於今時論其事 萬一有這些破陣型的事情 大家說一說 好 這是第二大段 最後總結 最後再講 無疑下宗 這還沒有總結 無疑下宗更香激發 腦子比丘不安樂住 這就要講理由 在這裡 所以說 受酬 在這裡受酬是重要 第三段講正面的修行 叫做若諸大德 樂此安居者 皆應遵守自令 以精情修道為要 我們看 樂此自令 有沒有 應遵守自令 就是剛剛講的 不要再激發 有適當解決 然後再來 你安住在這裡呢 樂此安居 包括這裡的法門 等等這類的 你不討厭就可以啦 至少你不討厭 不出膽 這樣子 你可以了 那就應該 以精進精情修道 以上是這樣 好 講完了